忠无微望着通灵大中 遏制心头愤怒 谭总主 当年本组长派人 潜入皇府圣宗 的确是本组长的错 本组长承认 是本组长惹起的事端 可是 本组长派去的奸细 也并未对贵宗造成影响 谭总主 您为何要咄咄逼人 非得将我忠无家族 至于死地呢 谭总主 我族的秘境之门上 布置了防御大阵 就算是羽化境 大圆满大能 没有一两年也无法攻破 谭总主 本组长这就带领族人 举足迁移 终无秘境这处洞天伏地 本组长就送给您了 您皇府圣宗 如今几乎成为 天伐大陆的霸主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饶了我忠无家族吧 此刻忠无威已经决定 透过秘境中的逃生之路 带领族人逃离忠无秘境 他话音刚落 便看向一众长老 快召集人们 全部上灵州 然后 我们逃 父亲 忠无秘境可是我们的家 难道我们真的只能逃亡了吗 是啊 族长 忠无龙魁梧的身躯颤抖 谋中泪光闪烁 一众长老 亦是目光不舍 就在这时 通灵大钟内 响起了谭云的声音 忠无族长 本宗主今日前来 不是覆灭你忠无家族的 是来让诗瑶见他的母亲的 把秘境之门打开吧 有些事 今日本宗主必须查个谁落实处 当年是谁将诗瑶抛弃 忠无威等人文言不由一愣 有些不明所以 谭总主 本组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忠无威说吧 谭指尖便是一缕灵力 射入通灵大钟之内 紧接着 通灵大钟幻化出一幅画面 透过画面 他们能看到 丝红家族三父子 和谭云 还有五名美若天仙的女子 正立于山门之前 漠然间 所有忠无家族之人 皆等大双眸 目光定格在丝红石瑶身上 小姐 小姐怎么会在山门前 还有 小姐看出来 怎么变得年轻了 众人忍不住发出声来 钟无龙也是瞪大双眸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神色悍然地回首 盯着钟无威 父亲 他难不成是当年 那个小孽庄 可是不对啊 那小孽庄 已经被我派人 钟无龙的话 透过通灵大钟 一字不漏 传入了谭云的耳中 这时 钟无家族山门前的上空 通灵大钟之内 同样浮现出了 钟无威 钟无龙 以及众长老的画面 丝红石瑶一听 钟无龙说自己是小孽种 顿时气得面色发白 而丝红圣天 见到女儿被羞辱 当时就要发怒 一旁谭云 脸上陡然青金爆旗 你他娘的 说谁是小孽种 谭云腾空而起万丈 双手朝虚空猛然一撕 苍穹被撕裂 八百丈的秘境之门 瞬间出现在众人眼前 给我破 一声力吼震颤苍穹 谭云体内滚滚鸿蒙天道之力涌入右臂 而其狠狠砸向秘境之门 碰的一声 在丝红父子三人不敢痴心的目光里 秘境之门伴随一阵巨响 直接化作漫天坠落的碎石 父子三人震惊极了 他们知道狮瑶的准服君 是羽化七重实力 也知道他很强大 但万万没想到 谭云的强大程度 居然能一拳击碎 号称羽化大圆满之大能 九功不破的秘境之门 而此时 秘境中的钟乌龙彻底惊呆了 他没想到自己的一席话 竟然激怒了谭云 其他人亦是恐慌不已 他们原本以为 是丝红圣天找到了女儿 带着女儿来找钟吴婉 他们根本没有往丝红师摇 是谭云女人那方面去想 下一瞬 怒火中烧的谭云 是长鸿蒙神步 在虚空中急速闪烁 没闪烁一次 便跨越两万里虚空 神速兵吉女 亦是化作四道丽营 紧随其后 四红家族三父子 实力最低 故而排在最后 而施瑶则陪在他们身旁 一道朝中吴仙殿飞去 熟悉过后 谭云率先出现在仙殿之上 他居高临下 俯视着钟吴龙 双眼中弥漫滔天火焰 给本宗主记住 是要不是小孽种 是本宗主的未婚妻 谭云瞬间消失 在其出现的一瞬 一剂耳光已经抽在了钟吴龙的脸上 钟吴龙口吐鲜血 只觉一阵天旋地转 便被抽飞白杖 重重撞在殿门之上 此时他的整张脸 已经肿得像是猪头 钟吴龙恐惧极了 他倒在地上 被吓得抖落筛糠的身子 根本就不敢站起来 而钟吴威和一种钟吴家族长老 看着沙神般的谭云 他们此刻才胆战心惊地清楚 面对谭云 自己根本逃不掉 他们本想在谭云 攻击秘境之门时 逃之夭夭 然而没想到 秘境之门在谭云一击之下 根本脆弱得可怜 谭 谭总主 您有话好好说 哼 我岳母钟吴威呢 被老 老朽 禁足在 晚仙阁呢 老朽这就把碗儿放 放出来 慢着 正转身欲走的钟吴威停下步子 不解地看向谭云 谭云无视钟吴威 只等着岳父赶来 不多时 石瑶和思虹三父子飞落在谭云身后 谭云双目之中骤然闪烁妖翼红光 师长鸿蒙神童控制了钟吴威 又指着倒在地上的钟吴龙 说 当年我岳母产下石瑶 是她想杀死石瑶吗 是 除了她还有谁 钟吴威神色呆滞 还有我 当年我后来得知 那个小孽种被杀死后 我很高兴 因为她是我钟吴家族的耻辱 无法洗刷的耻辱 温言 四红尸瑶死死盯着钟吴威 眼神中有三分悲哀 七分冷漠 她没有哭 因为在她心里 她已经否决了这个老者 是自己外公的事实 这一段时间 感谢观看